今年是我第一次跟着女友回家过年 自然是不能怠慢的 毕竟要见人家的父母 肯定要多准备一些东西 好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所以春节前我就买好了礼品 有吃的还有用的 杂七杂八的 加起来差不多花了 有一千多块钱了 不过即使花钱也是值得的 谁叫我要娶人家的女儿呢 大年三十的一大早 我就跟女友莉莉一起出发了 下午三点多到了莉莉的老家 刚好不耽误晚上吃年夜饭 一进门 莉莉的爸妈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说我第一次来家里 不必跟他们客气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让我坐下之后 又给我拿吃的喝的 把我照顾地 那叫一个无微不至 也许是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 以至于我没有刚进门的时候 那么紧张了 之前的时候 我还一直听莉莉说 她爸妈可挑剔了 所以她还特意叮嘱我 别跟她爸妈一般见识 不管她爸妈说什么 我不必理会就是了 可是今日一见 我觉得她爸妈挺好相处的呀 没有莉莉说的那么苛刻 反而给我的印象 特别的和蔼可亲 没摆什么架子 而且自我进门开始 一直到我们饭桌上吃饭 她爸妈都一直没问我 什么刁钻的问题 就是随便聊了几句家常 问我们平时工作忙不忙 都喜欢吃什么之类的 所以 这种轻松自在的气氛 让我觉得很温馨 毕竟我是担心家庭长大的孩子 所以 对于一个完整家庭的期待 还是很向往的 吃完了饭 我也跟着帮忙一起收拾 可莉莉的爸妈非不让我动手 说我是客人 我只管吃好喝好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他们还让莉莉 把我去村里转一转 说农村这几年发展可快了 跟城市基本上没区别 叫我可以四处转转看看 我心想也行 刚好我也想多拍点照片 可以作为之后 我写作的素材用 于是 我就跟莉莉一起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就问莉莉 是不是之前跟她爸妈有什么误会 让她一直说她爸妈不好 在家里不受重视 甚至说 自己想早点逃离那个家 可是今天我见到了他们 觉得他们挺好的 不像莉莉之前 口中所说的那样 莉莉此时也犯嘀咕了 她说 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她跟我一样 也觉得纳闷 也许是因为她弟弟 今年春节没回家吧 所以爸妈就宠她多一点 不然的话 家里面有她弟弟在 那些好吃的好玩的 是不可能有她的份的 关于莉莉的弟弟 我是知道的 农村嘛 多少都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 觉得儿子是自己的 女儿是别人的 所以从小到大 什么好东西 都是先紧着她弟弟来 她弟弟不要了 才轮到她 所以才让莉莉 对她家里人 有这么大的怨气 她说 自己就是多余的那一个 家里有她 没她一个样 不过今天 她爸妈对她的态度 倒是很好呢 这点她也觉得有点意外 难道说她爸妈突然之间开窍了 觉得女儿还是比儿子要亲 至于其中的原因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管她呢 反正只有她爸妈认可我就好了 也许是因为那天莉莉心情好吧 所以带我去玩了好几个地方 还去了附近的集市场转了一圈 买了好多新鲜的玩意 到了傍晚的时候 我们才准备回去 路上的时候 我问莉莉 我要不要在附近订个宾馆啊 晚上住到她家里合适吗 莉莉也有点犹豫 她说按说第一次来家里 又没结婚 住家里的确有点不合适 可是这大过节的 住到宾馆也觉得怪怪的 不然就等到晚上再说吧 我心想那也行 不过本着做两手准备的原则 我还是提前在网上预定了一间房间 晚上我们又是一大家人热闹的吃饭 看春晚聊天 气氛特别的欢快 甚至让我觉得 我已经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 到了晚饭后 莉莉的爸妈给我说 他们已经早早的 把二楼那间客房给收拾了出来 叫我晚上直接住下就行 反正家里地方多 又不差我一个 我心想既然如此 那也行 刚好我也不用跑到外面去住了 过了十二点 我们放完鞭炮之后 就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住到别人家 睡不太习惯吧 所以我躺在床上 一直都睡不着 后来好不容易睡着了 又突然被磕醒了 无奈 我只能从房间出来 然后到楼下的厨房找水喝 怕吵醒大家 我灯都没敢开 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到了楼下的厨房 这才发现 莉莉爸妈卧室的灯还亮着呢 不知道他们为何到现在还没睡 我原本是想接完水之后 就直接上楼的 可没想到 却在厨房那里 清楚地听到了 隔壁莉莉爸妈说话的内容 老头子 我今天的表现不错吧 这样才能让人家早点把莉莉给娶了 我看那小子对咱家莉莉挺伤心的 当我听到莉莉妈妈夸我的时候 我心里正得意呢 可是下一句话 却直接把我惊着了 那可是 只有这样 咱们的彩礼才不会出现问题 到时候只要彩礼一道账 咱儿子出国留学的钱可就有了 这样咱俩也不必为了这钱发愁了 对对 不光是如此 以后咱儿子毕业之后 结婚买房子 找工作 莉莉的男友都得帮忙 我看那小子挺会来世的 应该是有点本事的 反正只要她娶了莉莉 以后咱家的事情 她就都得管 放心 她既然都在咱家住下了 那以后她想赖也赖不掉了 就是她以后反悔了不敢娶 我也有的是办法 让她妥协 那段对话 听到我心里是不寒而栗 原来如此啊 合着今天 他们对我那么好 心里原来打的是这种算盘 我说 我跟莉莉我俩今天还纳闷呢 她爸妈怎么突然变得一个样 原来人家之所以对我那么好 是让我赶紧接手他们的宝贝儿子 只要我进了他们家 以后他们儿子的事就全是我的了 还好啊还好 这些对话被我听到了 而且差一点 我就要中了他们的圈套了 他们想以此要挟我可没门 我王骏虽然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没有家里人撑腰 但我也不傻 我做人做事情 可是有自己的原则的 所以当下 我便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连夜逃离了莉莉的家 然后在就近的县城找宾馆住了下来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 我赶紧给莉莉联系 把昨天晚上我听到的那些事情 全部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 莉莉肯定是站在我这边的 她也说 她就知道 她爸妈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而且她也让我放心 她肯定不是那种伏地魔 就算是我两结了婚 她也不会去拿我们的钱 去养她的弟弟 在她心里 她是她 弟弟是弟弟 她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去负责她的人生 即使她爸妈逼迫 也丝毫不会改变她的这种想法 好在莉莉是个名师里的人 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 她总是无条件的选择站在我这边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一致 莉莉也支持我的做法 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她说她爸妈那边 她自然会去解释的 叫我不必担心 反正这个面已经见过了 不管他们的意见如何 都改变不了她的任何想法和做法 虽然这次的春节经历了这场小波折 可是却让我跟莉莉两个人的感情 更进了一步 我喜欢这种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的感情 可以一起并肩作战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不会轻易抛弃对方 这样的两个人 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你们说对吗 作� configur 艾 认